高先生住在杭州萧山文宴的绿城郁金香岸小区 隔壁有个叫哥雅公寓的小区 两个小区门对着门 高先生说 他们这里的社区办公室幼儿园都在哥雅公寓 一直也没有严格区分开来 6月底的一天 母亲带着孩子到前堂江边散步 从哥雅公寓的一个门走了进来 有一排那个隔离栏 然后有一个损坏的 损坏的话 它就有一根那个很长的管子 悬空的就悬到半空中了 那我们家那个孩子他的高度呢 其实看不见 他就往前走的时候 一下子就创到这个眼睛 眼睛这边了 事发地点已经换成了圆柱形的隔离桩 高先生提供的视频显示 之前是护栏状的 最外侧应该是少了一个桩子 导致横杆悬空 他两岁多的儿子小跑着过来 直接撞到了横杆上 高先生提供的照片显示 这种横杆是中空的 边缘看着有些锋利 孩子的脸颊上被撞出了一条伤口 后脑勺着地后 撞出了一个包 这个肝子其实时间很长了 它有好几个月了 好几个月了 然后它一直也都没有处理 那当时因为流血了嘛 也比较严重 他说马上送到医院去 让我们先去看一看 后续到时候准备一些票据啊 都留好 那他们到时候会帮我们去 帮我们去做这个 后续的这个负责的问题的 这个是谁说的 这个是当时这个 他们那边有一个负责对接的 一个主管 高先生说 孩子脸上没有缝针 据他观察 后脑勺的包 暂时没有造成严重后果 目前医药费加上交通费等等 一共900多块钱 不过医生告诉他 孩子脸上可能会留下疤痕 后期说不定还要去医院去疤 他们那个就是 当时让他负责的主管 看了票据以后 那他现在不承认了 他说他们这个事情没有责任 他说那个肝子放在这里 也不是让你们撞的 那你们自己撞上去了 要你们自己负责的 他说他们这边考虑了一下 最多可能5%的责任 目前为哥雅公寓服务的是 浙江彩虹物业 高先生说 后续跟他对接的 是小区物业的项目负责人 不是事发当天的那个主管 物业工作人员说 负责人不在 他们也没有手机号码 高先生又带着记者来到 杭州滨江区的 浅江彩虹城小区 找到了彩虹物业的总部 一位工作人员说是去进行联系 不过现场等了一会儿 没等到人 记者给工作人员留下了号码 朱经理打了电话 说是咨询过法务 主要有四点要说 第一它是小区的一个隔离设施 那么我们是去年接受的 它这个承接过来就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第二条呢 是隔离护栏啊 它是摆在这个路边的隔离带上的 并非是道路的正中央 那正常的一般情况下 行人都是在道路上行走 不会走到这个隔离带的 第三个呢 是大白天光线视线零 的情况下 监护人是有监护职责的 第四点是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封闭式的小区 是一个园区 据我了解 高先生 他的家人并不是住在这个小区里面的 所以他也并非是本小区的业主 或者说是访问的亲朋好友 他不该组这个小区通过 那为什么你们的保安让他们进来了呢 保安在这个人员上面 有些人尾随 他可能跟进不到位 不可能每一个人进来 他都问你去哪里 那你们小区 我看那个商店啊 包括社区都在 那是 那个陈先生啊 就是针对我们 且针对这件事情来说 就是以上四点我也给您回复了 那如果说高先生 因为那天我也跟他回复过这个问题 那么也不会说有推诿啊 或者说有任何不那个的地方 那么如果说高先生觉得我们这个回复 可能是在他预期之外的 我们也能够接受就是第三方的一个鉴定 或者说第三方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归属 朱经理强调 他从来没有表达过 他们公司愿意承担5%责任的观点 您说这个隔离护栏 是前一任物业放置在这边的 入住以后有没有考虑过去给他做一下这个更换 或者说修理呢 园区整体的规划肯定是逐步去落实的 不可能说我今天接手 今天就全部整改完全 对不对 那所以 好吧 其他的就是我也就不再多说了 那么高先生就是我们从现在的一个法务咨询来说 高先生这个情况我们确实是不存在一些责任 他说你们的一个保安主管当时是说过你们会负责的 那我不太清楚也不太了解 好吧 你们有没有那个公众责任险啊 嗯 我说你们有没有买那个保险 这个跟我们买什么保险无关 正常的我说这个监护人责任肯定我们也是承认的 但是你那个东西那么危险那么尖锐 放在那一年啊 这明显就是推诿不想解决了 我觉得换作另外一个人 你总得跟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对吧 你们可以说你们这个百分之多少多少 我们这边说我们的 然后互相找一个折中的 你从来到尾就是在推卸 就是不露面 高先生还提到 那天跟他孩子一起玩的另一个孩子 就是住在戈亚公寓的 而且他认为 这件事情跟他们住不住在戈亚公寓无关 后续会考虑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 1818黄金眼记得报道